也不知道伯王一行 到底接到朕儿没有 按时日计算 伯王殿下应该抵达汽坛 与四殿下会合了 朕的妖儿 以古王后唯一的嫡子 也不知道她现在长多高了 我更不知道她会不会怪朕 让她一直离家 作为质子 一流就是这么多年 如今很快就要回京了 楚楚恢复得如何 让宫中的太医好好地照料她 允王妃目前身子尚好 不过 允王妃有一封书信 叫老奴撕下呈给圣上 楚楚给朕的信 圣上请看 快 开快马 肃召报王 主子 陛下轻派快马传来的书信 陛下轻派快马传来的书信 怎么可能兽二哥 传令下去 即刻返城 二哥 放开我 二哥 对去二哥 不可 没事吧 我大哥对博王 不止一次生死相救 但在我大哥遇到危难的时候 他却冷眼旁观 临阵脱逃 害大哥孤军战死沙场 不 纵然即是他的薄王妃 他心里想的 不过就是你的靠山 把他下去罢了 读了 薄王 把这个逆子 给朕押到皇陵去 儿臣 领旨 有朕 有朕 二哥 二哥 有朕 有朕 父皇 二哥是有朕在宫中 唯一的七首族啊 有朕今天刚刚还朝 望父皇开恩 就算是这么多年 咱们家人第一次传援 四殿下 您赶紧起来吧 陛下如此处置 已经是大大的开恩了呀 你 呃 自古虎独不识子 他怎能如此狠毒 放肆 你竟敢跟朕 这么说话 有朕说的 句句都是实话 那个伯王 本来就是外面 捡来的野种 我大哥的死 全都是因为他 今天二哥 只是被拨误入歧途 父皇你都不肯赦免他 我算是明白了 在您心中 我们青生骨肉 永远都比不上 你跟野种 你 你给朕闭嘴 儿臣说的都是真心话 父皇若是不爱听 有朕明天 离开便是 你才威胁朕 大哥死了 二哥被废 你心里只有那个野种 想必有朕如今留在皇宫中 也没多大意思吧 父皇 儿臣 先行告退 有朕 有朕 四殿下 陛下 你是他的表亲兄弟 跟他血脉相连 去 替朕 劝劝他 是 陛下 陛下 其实四殿下一路上 都惦念着您 是吗 有朕 他说什么了 四殿下说 当年他离开京城 背井离乡当质子时 陛下并没有为他送行 但是他知道 陛下是因为不舍得 所以才没有出现 因此 他从来没有怪您 怨您 他真怎么说的 四殿下在路上 还一直追问摘星 陛下的身体是否安好 是否有了白发 他嘴上虽然不说 但是摘星明白 对于这次可以回来 能够再一次见到 他的父皇 与皇兄 四殿下的心里 充满期待 他们都是真的 亲孤让我 陛下 这是西北上好的宫礼 朕的四个皇子 曾经情同手足 都明白空荣让礼 可是如今呢 却是分崩利息 各项心事 去吧 把这离子 给由朕拿去 但愿他能够 把这离子 给由朕拿去 明白朕的心意 是 陛下 来 好些了吗 郡主 朕听说 伯王此次脱险 多亏你舍命相求 怎么 伯王可有 好好谢谢你 伯王殿下 是陛下的皇子 自有苍天保佑 殿下可以平安归来 摘心不敢鞠躬 很好 朕看到 你跟有贞恨谈得来 你呢 心又一直向着伯王 朕 朕很希望 你能够居中相权 就算是 解不了他们的心结 但是万万 不能让这两兄弟相斗 摘心自会尽力 只是就小女所知 大殿下当年是为国捐躯 却不晓得 四殿下何以 对伯王殿下如此敌事 嗯 但是 你能够居中 对伯王殿下来 对伯王殿下来 对伯王殿下来